百达菲利时间,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完整财经资讯,尽在财经天地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斯丹利曾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斯丹利曾408-777-890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主持人周乐 今天是11月9号 今天是礼拜四 今天是礼拜三 我们在今天上半场请到的是新屋专家曾庆安 在11月9号为我们做 在2022年的还差七个礼拜就已经过年了 的今天来讲一讲新屋是有我们特别的意义的 首先欢迎你斯丹利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在空中云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我们听惯了斯丹利讲 我们的电台的节目都知道到了年底呢 很多builder都会在这个时候 他如果房子没有卖掉 他都会给出很多好的地友 那今年有哪一些好的地友可以给我们如数加征一下吧 还是怎么样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啊 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介绍都要充业绩 年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每一个建商都有他原来订好的业绩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大概10月初 9月就开始宣告 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促销 行为出现 果然没有错 过去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呢 我们看到很多建商他提供的促销方式 有好几种 一种是提供不少的credit 有的是2万3万 还有到4万块钱的credit 就是那个过户费用 用来付过户的费用 那还有给free的免费的upgrade升等 还有呢 就是用来buy down interest rate 把利率降低 我们知道利率和付的point是乘反比例的 你付的越多的point利率越低 所以建商是说 我为了要让你能够多负担一点贷款 我就让你把利率多降一点 然后用建商来出钱 这样的话比较能够负担 这是另外一种promotion 那还有呢 提供比较长的锁定利率的时间 通常30天60天 可是新屋建筑的时间比较长 是有些经常说 我愿意帮你出钱锁定3个月 4个月5个月6个月不等的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 最后冲刺 有些是建商他愿意在价目上面稍微有一点弹性了 这个原来建商是比较不愿意的 因为现在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 那可是呢 愿意降价的 是什么样的情况 都是建商他这个计划 整个计划几乎到了尾身了 也就是说剩下没有几户 那在这个之前 他们不愿意降价是什么原因 因为原来已经在合约里面 还没有交屋的那些人呢 他碰到后面买的人降价 他当然也要求要降了 那当然了 否则这是不公平的 或者说他就退出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建商就爱手爱脚 比较不容易 现在呢 只要是最后那几套 前面的都已经交屋了 那他就没有这个机会 不用担心说 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所以建商比较愿意 在价目上会有一些弹性 哇 谢谢你 这个时候是一个好机会了 对 Stanley 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五个DEO 都是非常好的DEO 那现在就是一个好的时候 所以趁还有剩下七个礼拜 那这些建商他就想说 哦 我业绩的quota已经meet了 或者不能meet就不meet了吧 那就roll over到明年 那这些好的DEO 完全又都真的就是back to normal 就变成是你享受不到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 Stanley在这个时候买方 为什么有的还爱手爱脚 在这个地方等而不愿意行动呢 这是人的本性 这是正常的想法 一般人在房市往下走的时候呢 总是会想说我再等一等 等什么呢 等这个房价再低一点 这是正常的心理 那这个也不能责怪说 这个buyotation他不愿意买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是利率升高了 他负担不起了 是 他的affordability有问题了 对 可是对那些他可以买得起的人 他还不买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人正常的心理 是跟买股票完全一样的 大家说在等 现在在等 看NASDAQ 这个daucho是不是 S&P再跌一些 再跌一些 当然我再进场 可是呢 这个人的正常的心理啊 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 确实 我据我的经验 在过去2009到2010年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次贷风波房市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的都有的 那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还是按兵不动 我记得很清楚20092010的时候啊 几乎已经掉到最低了 可是还是有人说 那我再等一等 没有错 到2011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还更低一些 比2009的时候还要再低一些 可是吗 那个时候我有很多客户 想买房子 也知道是好时机 就没有动 为什么他要等 等到最低 问题是说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最低 知道最低一定是他已经回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就是2012年2012年年初开始有个迹象要回来了 那这些人呢 他前面已经看到20102011那个时候最低的价钱 现在回来了两三万 他说我同样的价钱 我原来可以30万买 我为什么现在用32万来 哎呦 谁想说可能再等一等 还会有其他机会 可是后来越涨越高 2012到2013的时候 又涨了一些 那这些人呢 那时候我带他们去看一些投资房 原来30万没有买 32万没有买 20到2014 涨到35万了 他更买不下手了 同样的房子 我原来30万可以买 我没有买 我为什么要多花5万去买 哇塞 所以这些人就一直等等等到现在还没有买 因为现在已经涨到70万了 对 所以人正常的心理啊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对投资人来讲 并且从过去的错误就要来预测 以后的经济的cycle就是这样子折腾 也没有什么阳光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物 危机就是转机 断然有需要就要下手 否则吃亏后悔是自己的 你吃了后悔药也没有用了 对 现在买原因并不是说 不介意说 并不是说你不介意这个价钱会再降 再降一点其实不是太大的关系 因为后来一定会涨超过原来的这个价钱 主要原因现在要买 是因为现在是买方的天下 已经变成买方的市场了 是就是说买的时候不用跟人家竞争 很多人不记得已经忘记了 前一年前两年要买房子 不管新屋二手屋 那个时候强迫头 买都买不到 还要竞标 所以现在可以买 主要是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 就是因为要避免 一旦房市回来的时候 也许价钱不会一下涨太多 可是因为升多州少 攻击不够 那个时候会抢的很厉害 嗯 所以说趁现在好买的时候赶快买下来 好既然讲到这个地步 那我们心里都已经了解了 那有哪一些新屋 在这个时候 11月初的时候 Stanley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呢 现在有几个计划呢 现在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可以拿到一些好的地友 比如说黑乌尔94544 一个新的townhouse的计划 实际上那边有两个计划 也都是接近尾声了 传统三层楼的townhouse 三到四个睡房 1600尺到2100尺 住得相当舒服了 1600尺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两层楼的设计 比较像是single house 那 它的大小的三个睡房 两个扮育是1950尺 卖90万出头 四个睡房2000尺 算是很舒服了 94万 所以在整个湾区来讲 这算是价位合理的townhouse了 很多其他地方都是 没有到100万 110万 120万以上是买不到的 在南湾 Morgan Hill 95037 三个睡房 三层楼的townhouse 一些传统设计 总共46套 三到四个睡房 也是 还不错的设计 1650尺到1850尺 都相当大 对 住得算是可以 相当舒服的 取价大概95万 这个比东湾黑卫要贵一点 因为它的地点还不错 在这个 residential 就是纯住宅区里面 那东湾Fremont 94539 是有一个很难得 一个luxury townhouse 那这个townhouse 实际上它的建筑是condo 可是townhouse的设计 为什么 因为它有楼中楼 就是有楼梯的 不是传统flat condo 在医护里面 它有楼中楼 对 不错 那可是是在很大的 这个condo的 这个master plan community里面 这整个社区呢 都是condo 有很多是平成的condo 有一个很大的会所 clubhouse 很大的游泳池 健身房 outdoor barbecue 它的配备非常非常好 这是度假村的设计 两个睡房呢 1700尺 130万 三个睡房 大一点到2400尺 哇 好大 168万 好最后机会 剩下都没有几套了 OK Sanac Bar 95051 这个地点呢 在过去 有大概六七百户 新屋在这边建 所以整个环境 现在几乎已经快建完了 非常整齐 那也是最后机会了 剩下大概六七套吧 是townhouse三层楼的 因为地点的关系 现在价位比较高一点 它是在Sanac Bar 跟Sunnyville的交界 所以地点非常方便 它两个睡房的 两个扮运是1300尺 那143万 143 对 可是我相信是有机会 可以讲一讲的 因为这已经到了尾声了 是 另外三号睡 顺和西 95117 新的townhouse和condo 它有两种设计 condo的话就是平成的 不需要爬楼 坐坐电梯上下 townhouse是传统这种 那 它的地点非常好 离Senternero很近 95117 对 非常方便 那它的价钱呢 它这个condo flat 两个bedroom 1300尺 三个bedroom的1500尺 差不多是大概1000块钱一尺吧 因为地点的关系 地点好 townhouse呢 比较便宜一点 1650尺到2000尺 价钱大概900块钱一尺 所以还合理 在这个地点 也还可以 Senternero这个地方呢 现在已经是北加州 旧金山北加州 最旺的一个shipping mall 就是在这里了 非常有名 哦对 并且都没有 vacancy那些store 通通都是fully rented 是 经济好的时候 这边那个 增值的潜力是很高的 是 Double in 在东湾94568 有个新的single house 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看到的 那它的设计呢 是两到三层楼 因为传统2000楼的新口号 现在越来越少见了 比方是低价贵的关系 2400尺到3000尺 所以算是比较大的设计了 4到5个睡房 起价156万 非常合理 耶 你现在哪里可以找到 150万的新口号 真的是 找不到 然后它也是 附近有一两千户 新的新房子在建 还有个很大的公园 环境非常好 那在中半岛 Row City 红木城 94061 这个倒不是说 快要建完的尾声 而是刚刚推出来 有个新的小的计划 townhouse计划 三层楼的传统的设计呢 总共只有10户 三个睡房 三个半月是 2000尺到2100尺 价钱差不多也是 1000块钱一尺 大概也就是200万上下了 因为在Row City 这个是好地区 你知道中半岛 都是高价位的地方 现在难得有机会 可以找到新屋 对 很难得是机会 如果说朋友们 想要知道 今天介绍的 你看从北到南 到东边 都有这个新屋的 并且多半的Builder 都有offer 很好的deal的话 想要知道详情 或者有问题 想要得到答案 请致电 Stanley曾 4087778900 4087778900 就会有一个free 对吗 是的 免费咨询 免费咨询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 回来再继续讲 其他地区的房产 独家冠名赞助 GMCC万通贷款 James King 系资深贷款经纪 Kelly Key 分析圣地牙哥 投资贷款的选择 资深理财专家 赵世文 讲解 为什么股市危机 正是理财的好时机 抓住机会 合理安排 退休资产 Long on time 负责人 Andrew B 讲解 升息情况下 房贷利率的走向 和消费者 应对之道 11月12 13 周六日 两晚 黄金时段 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曼谈的好时光 GMCC万通贷款 住宅贷款业务 新获展至 Rode Island South Dakota 印第安娜 内华达 德州 佛罗里达 乔治亚 夏威夷等 全美38个州 总部位于湾区的 华人Dirtlander 10万到400万的 大小的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欢迎致电GMCC 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GMCC WAY 网站GMCCLong.com 便由infoatGMCCLong.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 顾问加盟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 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 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 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 Smartphone 或家中电脑 登陆SBC Media 大约 每晚7点到8点 点一下 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 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 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BC Media 大约 点一下 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 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 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 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他不止记录着时间 他传承着每一个 美好时刻 来自日内瓦的 悠久制表传统 顶尖工艺 每分每秒 与您一同见证 百达菲利的不朽传奇 百年传统 与时俱进 写下您的永续经典 不只为了拥有 更为了世代传承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您想在湾区 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 曾庆安 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 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 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 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 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听着朋友欢迎回来 Stanley现在的interest rate 的确是比较高 那怎么样 我在想要 还是有很多朋友 他自住屋 他已经不需要再买了 他想要买投资物业 那这些要买投资物业的人 他要在Bay Area的 什么地方挑选才能拿到好的地友 尤其是在年底的时候 现在确实不容易 我记得在去年 2021还有2020的时候 利率相当低 那个时候买投资房的 再大的利率可以 只要三点多 所以每个月负担就少了很多 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有回报的 那现在呢 利率等于是double了 那我们现在买一个30年 买一个房 投资房 带一个30年固定利率 可逢命中 现在也要7.5 7.75了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 这个付的现金流就高了很多 所以现在买房 虽然价钱疲软一些 可是每个月负担一下 增加了太多 就不合算了 这个时候呢 要做投资就不容易 而且如果说有negative cash flow 可是房价值又不上涨 那等于是倒贴钱 每月都在贴 贴的还现在卖 卖的话还赚不回来 这就不是很合算了 所以吗 我有很多客户现在都在问我说 我现在怎么样做房地产投资啊 怎么办呢 利率这么高 到哪里去找啊 Stanley帮我辩出来几栋吧 所以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投资的方式我可以介绍一下给大家啊 这个呢就是说专门给不想要买投资房自己管理的人 来做这个passive investment passive就是不要自己花时间 花功夫去管理 可是还是有在房地产投资上面的回报 这怎么说呢 传统房地产业啊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贷款方式 叫私人资金 私人基金 资金对不起 私人资金贷款 英文是什么 private money lending private money lending OK OK 就是说不是由银行或者贷款机构来贷的 私人的钱作为借贷所用 对 是是是 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手头上有50万 那我这个钱也不好放股票 现在不稳 房地产呢 现在利率又高 然后又不涨 那我这50万放哪里呢 放放在CDU赔钱 所以呢 我就会想我可以 可不可以借贷 给需要贷款的人 我收他高一点的利率 所以有人说这个叫高利贷 高利贷是没有错 可是现在呢 这个利率跟传统利率并没有差太多 所以也不算是高利贷了 可是私人就是说 我这个50万呢 拿去借给需要这个贷款的人 什么人需要这样的贷款呢 他也许有特殊的目标 特殊的要求 或者他的这个房地产 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他个人财务状况也比较特殊 也许他自己做做生意的 税表上也许看不太出来 或者说他有特殊的情况 所以说他正常的借贷就借不到钱 对 那我为什么有这个会员 我就敢借给他 我又有什么保障 所以这一点呢 传统呢 就是靠 mortgage broker 来介绍 来做这个牵线的工作 那我就是 经过有这样的人来帮我介绍呢 我自己来评断一下 适不适合 那我就无数万借给他 通常短期两三年他还给我 那不管怎么办呢 我就把他房子拿去拍卖 法拍 照一般正常的法拍的程序 我把它拿去拍卖 那你愿意做这个没人吗 传统是可以的 可是这个做法呢 对投资人来讲 虽然他收到的利率利息比较高 可是风险也比较大 他说50万全部贷给一个贷款 这个贷款要出了问题 那他不是这个50万可能会亏本了 对不对 所以过去这1920年来 有一个新的投资方式 就是说有些 有些公司把这个借贷的模式 把它做成一个基金 就是用提支的方式 把大家投资的人的 投资人的资金集在一起 变成一个基金 然后用这个基金里面的资本呢 去放款给更多不同要借贷的人 这样的话就分散风险了 我一个50万只能借给一个人 那我把它投到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里面有100个million 就1亿美金的 那他可以借给1000个人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分散了 分散了这个风险 所以呢 如果说现在真的是有人有闲钱 想要投资在房地产 那可以走这个方向 我过去这10年来 跟有一家公司 叫Stormcrest Financial合作 我做到他的贷款经济 就是专门放准放款这种 有什么人需要这样 我举个例子 有个人他原来在这个北湾 Nobado 他想要买一个房子 他原来在Mill Valley 有一个房子 他还没有卖掉 他是当配人 要从Mill Valley 那个房子出来 可是他不卖掉的话 没有办法买 他卖掉以后 没有地方住 还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这个基金就 给他一个贷款 叫做Bridge Loan 过度贷款 先给他一笔钱 用他的这个两个房子 买的房子 和他原来的房子 一起做抵押 让他可以先把 他要买的房子买到 他确定买到了 再把他原来的房子 推出来上市 卖掉以后 三个月 他就把这个贷款还掉了 所以是一个短期的 过度贷款 这就很好用了 这个一般银行 他是贷不出来的 虽然他的利率比较高 可是他只用了三个月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付了大概八个% 三个月的话 等于是说 一年的四分之一 他只付了两个%的利息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高 其实他付的并没有这么多 所以可以让他顺利能够买到这样的房子 这是一个 这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投资这样的基金呢 一般来说 Accredited Investor 对 联邦的政管局 他有规定 因为这是私募基金 所以一定要稍微有一点资产的人 又要有经验的人 对 他认为说 你如果说你这投资 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 不希望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实际上这个风险是不大的 因为有房产做抵押 所以是把这个风险减到非常低的 所以收入一年 个人一个人20万 或者说夫妇和学爱有30万 过去两年都有 将来也会继续有的话 那就可以了 如果说现在退休了没有收入 可是资产 除了自住的房子以外 其他的资产 所有的资产通通加起来 有超过100万以上 那也可以 这上线从来没涨过 对 这已经20年都没有涨过 所以对现在的投资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占便宜 是 那他这个回报现在是什么 差不多6.5到7 我相信 未来这一年可能会继续增高 因为普遍的利率都在向上 那他风险小是什么原因 因为借贷的时候 审核的非常严格 借出去的款项 绝对不能超过价值的70% OK 65到70 为什么有这个条件呢 即使一个人信用记录不好 还是要确定 他借款的额度不要超过65到70 是因为如果他有什么原因 他不还 或者他没有办法按时还 那这时候就要经过法拍的程序 把这个贷款拿回来 还有他欠的钱 还有这个所谓的律师费全部一起拿回来 那在法拍的时候呢 一般人不会用市价去买 都会买得比较低一点 所以只要贷款额不超过价值70% 即使房价掉了一些掉了10%掉了15% 所有的钱投资钱都可以拿回来的 加上他欠的利息都可以拿回来的 是 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 可以让投资的风险可以降低的 是 这个中间的内容还有问题一定还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呢 非常值得做一次seminar 那希望Stanley可以在近期就举办一场线上的seminar 我认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 很多呢都有一些闲钱 那也想拿到很安全的 很稳定的 又比较高的利息的话 就请来参加这场webinar 请Stanley介绍 我们在11月17号就是下个星期四晚上七点半 会办一个说明会 这是online的 这是zoome meeting 所以不用开车 在家就可以 11月17号 下个礼拜四 11月17号晚间七点半 有兴趣的人请来电报名 4087778900 我们会详细解释这个内容 这个webinar的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吧 还可以有时间发问吗 可以 没有问题 好 那我希望呢 对于投资 想要又安全 又要稳定 又可以拿到高一点的利息收入的人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请打电话给Stanley来预约 就可以拿到上zoome meeting的这个ID号码 4087778900 4087778900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Stanley非常感谢你 谢谢 Happy Thanksgiving 拜拜 听众朋友 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King 系资深贷款经纪Kelly Key 分析圣地牙哥投资贷款的选择 资深理财专家赵世文 讲解为什么股市危机 正是理财的好时机 抓住机会合理安排退休资产 Long on time负责人 NGB 讲解升息情况下 房贷利率的走向和消费者应对之道 十一月十二十三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万谈好时光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沈荣在2016年获得Mass Mutual 特级机优顾问认证资格 而符合这项认证的必要条件 就是具有持续、稳定 并且高质量的服务 沈荣的每一位客户都觉得 自己是他唯一的客户 沈荣将使您对自己的财务更有信心 沈荣以卓越的专业知识 最顶尖的服务 被福布斯 Forbes 杂志 列入2022年顶级金融专家名单 沈荣在每一个礼拜五中 52点到下午5点 在办公室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回答任何保险、年金、长期护理、投资等金融问题 可以打电话到925-858-9502 925-858-9502 也可以预约到办公室面谈 需要地址的可致电 925-858-9502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ugai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ugain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细古华人电台 现在到了Gugain的时间 让我们来介绍今天来做客财经天地的嘉宾 他是Gugain的VP Hong Hu 嘿 Hong 你好 又是一个月没见了 说了你好 细古华人电台跟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时间过得很快 又一个月到了 对 这个日子过得真是精彩 好的 最近的贷款的市场 我们都很想要知道 那最近最新的经济数据对于市场有什么影响 特别是对于现在还没有完全有结果出来的这个中期选举 那对这个经济的policy的制定有哪一些是跟贷款稍有关系的呢 给我们解释一下 OK 最近就是主要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打 基本上那个选举是现在情况是非常胶着 现在看众议院应该是会在共和党的手里 但是现在那个参议院还是一个还是个大温号 那现在没有人知道 那可能呢就是如果说全部都有共和党代替的话 如果说我们就希望可能将将来的policy可能会对我们更好一点 可能有效的可能更有效的控制一下通胀吧 那如果能控制通胀的话 当然相对来说我们的利息也会将也会随着那个时间的推动而越来越好 那最近还有一些数据就是非常不好 就是我们大家都听到大的公司的财源 像Twitter、Meta、Google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这些经济数据都不是特别的好 那也希望大家能停住 停过这段时间 那就是当然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了 雨后避会有彩虹 那上一个星期呢 以后我提醒一下你的电话的声音突然落了下来 希望你把它这个听筒离你的嘴要靠近一点 OK 我估计可能是我的Bluetooth的原因 怎么样解决呢 怎么样解决呢 我现在讲话我都听到自己的回音 OK现在可以吗 现在比较好 但是声音稍微有点小再大声一点 现在的reception都很好了 OK好的 那主要是上个星期的一连串经济数据呢 可谓是给美联储砸盘打了鸡血 那FOC的会员其实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他们是一致同意加息 加息75个基点 那联邦基金利率呢 区间也上升至了3.75到4个percent 那并呢强烈承诺 长期的通胀率 他们一定会把通胀率回到2个percent这一个目标 那这一听其实我一看感觉是 诶川普好像要回来了呀 因为想到2020年美联储加息的时候 通胀的区间那时候只有0到1.4个percent 我想想看真的是让人怀念 那明天呢 我们会我们会接到新的那个10月的CPI的数据 那对此呢 我其实还是保持一个悲观的态度 那大家如果是有仔细去看市场的话 就发现最近的能源和石油的价格又开始上涨了 对 那看着利息现在这么高 通胀却是居高不下 其实真的是挺让人焦虑的 Hello Home 你还在吗 我在 听到吗 现在听到 希望一切顺利 好的 那利息涨得这么高 现在买房的人还多吗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购买的能力 或者是seller 他们已经都很理智的就降价了呢 市场的基本上总是洗油参半的 那由于现在的高通胀高利息 很多地税房价其实已经开始下降了10%到20% 那竞价呢也没有之前这么激烈 那反过来 虽然说现在利息高了 但是如果说能拿到一个比较买比较优惠的买价 那长期来看呢还是很值得考虑的 那因为利息很有可能在通胀回到正常之后再次下调 那虽然现在利息高了一些 但是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将来也有refinance的机会 那现在的低的房价反而可以帮您减轻地税和保险的费用 那特别是第一次买房的您 这可能是一个入手的好机会 那很多人现在都看到这一点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整天在忙着看新的贷款申请 帮大家做那个贷款资格证明 pre-approval 那最近申请这个申请咨询最多的就是我前几次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 10%的forgivable equitable loan 那大家都想趁这个机会给自己帮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 好以保政府的羊毛 那这10%的首付呢 基本是可以说是首次购房子的红利 哪里方买60万的房子就给你6万块 那这6万块呢 虽然名义上它是一个贷款 但是呢只要是借款人连续将房屋作为其主要住所5年 那就可以免除还款 嗯 是不是很诱人 非常诱人 非常诱人 从来没有这样子这么大的福利从州政府来的 是没错 所以说现在是政府发钱帮你买房 既不可思事不再来啊 目前这个计划呢已经是帮助了上千户人家 拿到他们人生第一所房 但是呢这个program由于资金有限 这个计划的拨款很有可能很快就会用完了 所以说如果说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们 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抓紧时间联系我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10%的补助 请联系Google 408-636-5477 408-636-5477 是的 还没有买到房子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加油了 请记住Google的联系电话 408-636-5477 是的我还要和大家强调 那做这个贷款呢 一定要和靠HFA认证的银行才可以 那大家一定要找对待的贷款借口和找对的贷款经济 因为呢我最近发现网上有很多推销这个10%的forgivable的信息 难免会有一些步伐之徒 会用这个方法套取您的个人信息 那Google呢是被靠HFA认证的银行 那我们直接审批而且放款 那速度快效率高 轻轻轻轻轻帮你拿到第一 你的第一套房子 那跟大家举个例子 那个如果说 在您现在想买一个80万以下的condo作为起步 那Google呢 现在不仅可以给你64万的贷款 那同时呢 还可以给你额万8万块 也就是你买价的10%的forgivable equitable loan 来作为首付 那这个8万美金呢 贷款就在您居住这个房子5年之后 可以直接免除 而且有了这个问题 就有了这个10% 买家再也不用担心首付的问题了 那就在近期 Google我们有一个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贷款 它是贷给了你的房价的105%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打给他 这是客人买一个50万的房子 不仅客人自己一分钱没有贷进来 我们贷款他一共贷给他52万5000块钱 那不是 52.5万块钱 那也就是说呢 他没有首付 对没错 就是他没有首付 我们也可以帮他买到他的第一套房 只要是他符合资格 Google帮您空手套白狼 是不是很棒 听起来是很棒 就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还需要你多多讲解一下 那拿到这个贷款的话 他的利率是多少呢 是 这个forgivable equitable loan 是一个可免除的次级贷款计划 所以他是第二个loan 那他只能与callHFA的第一个抵押贷款 在一起使用 所以说你在这边买房的话 你会有两个贷款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10% 他的利率是为零 没有利息 那本金呢 也是住完母年之后 不需要归还 那你callHFA的第一个抵押贷款呢 就是你的第一个loan 他的利息将根据你的财务状况 信用记录和其他因素 而有所不同 那利率呢 其实也是每天在变化 那在今天为止呢 他的利息是维持在7个percent 所以说我们建议您与我们联系 以获取该计划的准确高价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408-636-5477 这个贷款的利息听起来 跟别的program是不相上下的 都是差不多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亲民的program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 一定要记住 GOOGEN的热线电话 408-636-5477 HOME 在湾区100万左右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也只能买到一个condo 或者是tonghome 想要在硅谷 怎么样才能找到这种房源呢 哦 那很容易 大家希望不要忘了 GOOGEN 我们是硅谷本地 最大的贷款和地产公司 所以这种房源呢 在我们公司有很多 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 一定要尽快联系我们 我们相信这个贷款计划呢 会加速我们一些楼盘的销售 那最近呢 我们有也推出了一些 一些condo或者townhouse 都是在湾区这边的 而且呢 他们价格都在70万80万 有些星期就做60万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 想考虑卖掉您现在房子的话 也欢迎联系我们哦 我们有专业的地产团队 为您保驾护航 用我们GOOGEN的贷款计划 帮您找到更多合适的买家 那当然了 如果在做您是为agent 正在筹手里 List 卖不掉 也欢迎联系我们 因为我们GOOGEN贷款计划 可以帮您找到更多 qualify the buyer 那用我们的最新的 这个Forgible Equilibrium 帮买 帮更多的买家 找到他们新宜的房子 那我们的联系电话是 408-636-5477 是的 还没有买到 新宜的房子的听众朋友 一定要加油咯 请记住GOOGEN的联系电话 408-636-5477 哼 由于利息的上涨 现在的refinance的市场 是不是平静如止水啊 是的 自从美联储涨息之后 那个refinance线是大幅度减少 那不过最近有一个这样的case 那王先生呢 他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 他发现他的贷款月供 从2500块钱 直接上升到了3663块钱一个月 那贷款利息呢 也是从原来3个percent 上升到了现在的7.25个percent 那他通打电话给我就希望帮他找 希望我能帮他找得出来原因 因为他联系不上之前贷款经济 那我看了一些文件呢 他贷款是一个51的arm 就是在差不多六七年前的时候 非常流行的一个program 那也就是说呢 他贷款利息只有前五年是固定的 他虽然说是一个30年的term 但过了五年之后 第六年开始 这个利息呢 会随着市场调整 那而且呢 他第一次调整的幅度可高达 您现有利息的百分之 就是现有利息加上五个percent 那现在贷款呢 还是arm的听众朋友 一定要回去查一下 看看您的固定利息 是不是要到期了 如果在一年之内要到期的话 应该马上重贷 做一个30年的固定贷款计划 那大部分四年前 前的arm都是按照Libo 就是London Interbank Offer Rate 来调整的 那现在这个一年的Libo呢 它的那个index rate在5.05 哇 这个Libo都涨到百分之5.05了 是的 没错 Libo它涨的速度 其实跟现在利息 因为现在利息涨得快嘛 所以把它一起带动起来了 那按照贷款文件里面计算方式呢 你的它的利息呢 是按照 就是基本上 之前所有的那个51arm 或者71arm 它们都是按照margin 2.25 加上这个index 来做计算的 那打比方 如果说index涨到5.45%的话 那就是说 您将来利息一旦adjust 它就会变到7.7% 就是2.25 加上5.45% 而且呢 就是还需要 再约分到最近的八分之一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现在到7.7的话 它还不是 它因为它会到最近的八分之一嘛 所以它就会直接跳到7.75个% 那这些信息呢 您可以在点贷款文件里面都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利息呢 是每一年都会调整 很大几率会继续上升 在现在30年的固定 基本上还在7个%左右 所以说如果说您还在 就是在arm programming的话 千万不要等了 应该马上refinance 趁利息还没有再次上涨之前 提前锁定一个固定的利息才对 那就拿王先生这个例子来讲 那refinance之后呢 他的月供比他现在的月供低了整整420块钱 哇哦 而且呢 他将来永远不用担心 他利息会上涨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真是一举两得 省了月供又省心 当然了 具体的案例要具体分析 如果您需要一个专业人士 来帮您做一个最精准的分析 请联系 非常好 好 我们进行到这个地方 先进一段两分钟的广告 回来以后继续探讨 其他今天重要的主题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 快速到位 Yes Max Real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 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Helen Ho的确您就是专业的人士 看事情都看得很透彻 俗话说就是拎得很清楚 很容易就掌握到这个关键点 提供最优质的建议 您说的没错 就在前两天呢 有一个客人也是买房贷款 回到了我这里 因为他们当初最 当初买房的时候 是我帮他们做了那个pre-approval 那在进入合同之后呢 他们却找了另外一家银行 够贷款 那原因呢 因为是另外一家银行 给出的利息比我低了0.25% 那他们做了三个星期之后呢 快close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个利息 有一个point费用在贷款里面 对 导致他们的贷款费用呢 一下子增加到了 就是一下子增加了 15000块钱 那所以说我后来一看 难怪当初那边贷款经济 给的利息比我低 因为如果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borrow他们愿意付 15000块钱去买低利息的话 我的应该起码 我的利息起码应该是 比我当初报给他们 要低了0.375% 哇 OK 所以说在此呢 一定要提醒大家 比较利率的时候 你要记得看看 这个低利息是不是有point 那这个point呢 一般一个point 就是指一个percent的贷款额 那打比方 如果说是一个100万的贷款 一个point也就是1% 也就是1万块钱 那point的费用呢 一定会显示在你的贷款文件里面 大家一定要仔细翻阅你的loan estimate 这是您最初从银行那边收到的一个document 那在loan estimate第二页里面的A项 你就能找到出司马基 那千万大家注意 就是这位客人到最后才发现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file已经没有办法去救了 因为美联储上个星期再次涨息嘛 近来市场利息已经比三个星期前高出了很多 所以说客人也就不得不付出那笔钱来拿到房子 这是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 那大家在比较利息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您值得信赖的贷款经济 做出最精准 并且要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 大家一定要记住home的联络器方式 408-636-5477 408-636-5477 是的 说到那个专业 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当初还记得我吉利推动大家 从房子里面尽量把钱套现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利息还在三个percent以下 哇多好啊 是啊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赚翻了 那跟现在市场一比的话 那我记得当初都有一个争议的话题 就是有些客人说 我觉得我不想从房子里拿出来 好不容易把钱还了这么多了 然后现在要逼上了更多债务 拿出来钱还得付一个银行利息 不值得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边的客人就是说 他后面说的对没错 那个借钱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现在利息连三个percent都不到 那如果说不用这个杠杆 是不是太浪费了 所以说应该最大限 都从房子里面把钱拿出来 当然了 我当初也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 那按照现在市场来看的话 大家已经不能看出 当初做竞争贷款的客人 就是cash out的客人 现在多幸福了 真的 一他们的资金可以再投资 那现金为往的时代 已经再次来临 与前几年那个就是cash 就是在 在与其 在与其在与其在 与其在前几年 跟那些cash的买家去抢房子 还不如拿现在 用手上的现金 入手一个低价位 而且品级 相对较高的一个物业 那就算他现在 当然如果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投资物业的话 那股市现在这么低 说不定这是很低买入的时候 真的 那就算你想做无风险投资 现在连买国债的收益 都已经远远超过了3个percent 利息也蛮高的了 是没错 比如像现在我们就是 比较热门的 series i saving 那利息已经出到 9.62个percent去了 那个是不是只能 一个人买一万块钱的那种 是没错 像我们家就是一个人买一万 那我们家是一人四口 你还可以给自己孩子买 所以说我们就 我们就四口人都买 一人买了一万四万块钱 其实也挺好的 当然了 如果说你还有多余的钱的话 现在许多网上的银行 现在活着利息 已经超过了3个percent 对 那想想看 那按照美联储 外联储的说法就是 就算现在通胀得到控制 他们也会让利息保持一段 在这个高点上保持一段时间 所以说呢 短时间内降息 基本不太可能 而且随着现在的货币紧缩政策 现在借钱真的是越来越难 而且利息也是越来越高 那所以呢 一个专业的贷款经济 不仅可以帮你找到一个 合适的贷款计划 同时还能助您在使用杠杆 达到利益最大化 那在座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有任何贷款问题的话 也请联系我们 408-636-5477 好 现在虽然部分的地区的房价 已经下降了 但是由于利息的上涨 也导致很多人拿不到贷款 这个让很多人 特别是自雇人士 都非常的烦恼 对于这种情况 GoGain有什么好的program 可以帮助到他们吗 在GoGain的话 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房价低的时候 我们可谓是想尽办法 帮助每一个人 那我们现在的 有自住房不查收入贷款 那完全不需要雇主 或者是收入的信息 而且呢 也不需要核实W2 不需要查报税记录 那这个program的自住房 1-4个Union Condo均可 而且你只需要20%的首付 您就最高可以带到300万 那同时这个program 还允许用 使用100%的赠予金 就是Gift Fund 来做贷款的审核 而且那这个Gift Money呢 可以作为首付 也可以作为预留款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Reserve 那非常简便 其实只要是你有好的信用 在Google拿到贷款 完全没有问题 那当然这种不查收入贷款 的确是非常方便 也很容易通过贷款审核 那与此同时呢 它的利息也会比 一家一般正常贷款要高 但是呢 它起码能帮您先买到 新衣的房子呀 那而且这个program 现在最好的一点 就是如果说您买了 是Single Family的话 最近我们这个program 利息有特惠 它现在利息 带是从7.25%起 其实跟正常的program 其实它利息是差不太多的 是啊 对 等到将来找到一份 稳定工作的时候 那欢迎随时找我们 进行重贷 欢迎之间 Google的贷款热线 408-636-5477 那当然了 除此之外 Google呢 我们还有non-QM的program 就是Alternative DAS program 也是类似于不查收入贷款 但是呢 就是它按照每个人情况 有不同的解法 那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有一个 如果说自雇人士的话 我们有个12个月 银行流水的贷款计划 就银行不需要去看你公司 或者是个人的报税记录 那underland 它只看你过去12个月 公司或者是个人的流水 就是你银行账面上的流水 来决定你的收入 那如果说你不想提供12个月的银行流水 我们公司也可以接受 你去年收到的1099 来作为贷款审核 非常简便 那最近就是这种 这种program呢 就是唯一一点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CPA 就是做一个证明 就告诉我们 就是你的business的平均花销 和收入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用作这个 作为你的income calculation 那但是呢 好的一点就是 我们不再过去需要看过去两年的平均收入了 业主也不用担心你过去报税较低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现在买投资房 那更 那是更 那是更棒了 那我们可以只看房屋本身的租金收入 其他一概不看 简单来说的话 我们不需要查你的收入 不需要看税表 只要你有25% 那信用分高 25%的首付 信用分只要高于700分 就可以轻松拿到贷款 那贷款额最高可以达到200万 那当然如果说你有35%的首付的话 那贷款额最高可以达到2.5% 就是250万 那对于您现在投资物业 我们也可以帮您做净值贷款 就是cash out 它的cash out最高也可以到250万哦 而且tidal在个人或者是LLC里面都可以申请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program不看收入 但是一定要看房子本身的租金吧 如果租金的收入不够 怎么办呢 关于很多投资房现在都是negative cash flow的 每月的开销可能要大于租金啊 哦 这个也不是问题 只要是如果说你的信用分在700分以上 而且有25%的净值 或者是首付在房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给你带到贷款的批准 那就是说你的租金如果低于 你这个房子每个月的月供也可以 这基本上就是一天的嘛 就是只要你有25% 有一些必要的reserve 就是预留款 你就可以申请 而且呢 这个program外州的房子也可以哦 这个贷款我们覆盖28个州 所以说想投资外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一点还有就是 大家肯定经常会忽略的 有些退休的人士 他们可能有些很大的退休账户在那个身上 但是呢 他们现在想买一个新的物业 就是在他们作为他们退休来用的 他们就哎 后来我现在没有收入 但是我银行账上有钱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用到我们的asset qualifier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只需要看你账号里面的钱 只要是这个balance够高 我们就可以审批给你贷款 所以说这几个program是申请表 根本就不需要填入任何的收入星期 我们也不会去问RIC让你查试的报纸记录 就是非常方便而且容易获得 嘿嘿 听起来真的是这样子 贵公司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不但有地产还有贷款 在贷款方面呢 就已经雇到千家万户 他们的优点也有好的这些的program 他们如果有一些缺失 还是有办法可以贷到款的 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里面呢 有任何的贷款难题 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 408-636-5477 408-636-5477 是的没错 那google next 我们是一家贷款和地产提供费金的公司 那年年也是屡创新高 那今年呢 我们相信我们也是地产和贷款双丰收了一年 那如果说您是一位地产经纪 也欢迎加入我们 一起为客人做贷款 寄费更全面的服务 那请联系google 408-636-5477 那当然 最近我们也听到很多财员的 财员的那个不幸的消息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找一份工作的话 也可以考虑加入到我们google next 因为我们这边提供完全的培训 您可以也跟我们一样 做一位贷款agent和一位地产agent 所以说 在众听众朋友 如果说有任何贷款问题 也欢迎联系我们 408-636-5477 谢谢Hong 每次来上我们的节目 都做了如此精心的策划 非常好 非常感谢你 谢谢Hong 也祝你假期愉快 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 谢谢您今天的收听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电力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